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的父辈开篇 选择了让吴京的单元迅速将观众带进节奏 确实挺震撼的 穿上军装的吴京更是帅出了新高度 从神情到动作都无意马虎 完美地在线了战场上骑兵的风范 他也很好地向大家诠释了那种舍小家为大国的父辈精神 当然 吴京的精神也是贯彻到了整个剧组 近日 胡歌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 胡歌坦言 昨天他也看了我和我的父辈点映 每个人都有父亲 父亲陪伴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不论是什么样的父亲 都有着我们记忆中的样子 无庸置疑的是 是吴京的单元和张子怡的单元 确实完美地诠释了父亲这个主题 哈哈哈哈 随后 胡歌表示 看完我和我的父辈时 自己也是气得质问吴京和张子怡 而被问到为何质问他们时 胡歌调侃 主要是想问下吴岛和张岛 这么好的电影 怎么不邀请我 难道没有的电话吗 不请我就算了 电影票都不送几张 你们说 如果他们下次来我餐厅吃饭 要不要加个价啥的 哈哈哈哈 当然 对比同档期的长津湖 也让人纷纷猜测 哪部电影的后届更强 跳房更高 而我和我的父辈能否成为黑马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